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桌面充电器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们这个频道第一款桌面级充电器的特材视频来了 就是我手上这个Tagic特极克出品的65瓦四口输出的桌面充电站 听说这家公司很不错 他们的产品拿到过德国红点设计奖 这个奖项是由德国设计协会创立的国际性创意设计大奖 被誉为设计领域的奥斯卡 是设计师们梦寐以求的荣誉啊 喜欢我这个频道的老铁 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没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订阅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这个频道的支持 咱们话不多说 开箱这个特极克65瓦四口桌面充电站 拿到这一个充电站 包装盒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素雅 它就是一个牛皮子颜色的包装盒 这里一个小人头 特极克的logo桌面充电器的英文标识 背面是它的详细的规格信息 这边也是一个卡通logo 二维码和条码信息 我们打开盒子看一下 这一个是充电站本体 这一个是配件盒 配件盒里面装的一根8字电源线 包括这个电源线也是经过3C认证的 充电站本体 外面有一层膜 我们把这个膜也撕掉 这个充电站连包装盒的重量是434.5克 充电站连电源线的一起的重量是293克 单充电站的重量223.5克 这一根电源线的重量是69.3克 这充电站的宽度是85.3毫米 长度是103毫米 高度为38毫米 这个外观放在桌子上面的话 颜值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充电站的表面 桌面充电器的一个英文标识 这边是卡通的一个小人 在玩电脑 旁边有一杯饮料 这边是两个logo 底部的话也有一个小人头 这边是各种logo 正面的话这里有一个电源开关 三个Type-C口 这中间是显示屏 Type-C口内部的舌片都是黑色 背面是8支电源接口 把USB-A口放在了后面 这个是特级客的英文logo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信息 65瓦桌面充电站 型号是QB-65W 输入规格100-240伏的全球电压 总输出功率为65瓦 这个功率设计的不是很大 65瓦一般的应用也是够了 Type-C一口输出最高功率是 20伏3.25A的65瓦 Type-C二口最高输出功率 25V 1.35A 27W功率 Type-C三口输出5V 2A 10W功率 USB-A口输出也是10W功率 多口输出的时候 它的总功率不能超过65瓦 这下面是多口功率分配的情况 我们后面测试了之后再看 室内使用的标识 双路绝缘标识 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美国的FC认证的标识 3C认证的标识 3C认证信息我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两个硅胶垫子 用来放在桌面上防滑用的 这个桌面充电站 黑色半透明的塑料 加上淡黄色的壳体的配色 这个我们可以一一约一的 看到内部的元器件的样子 非常新颖的一种设计外观 适合那些喜欢电子产品的朋友 这种配色和这种外观 是非常耐看的一种外观 颜值的话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充电器的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我们测试部分的内容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充电站 它四个充电口 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附证的这根电源线 长度也是够的 有1米5的长度 连上电源线 长按电源键进行开关机操作 三个Type-C口的顺序是 这一个是Type-C1口 Type-C2口和Type-C3口 我们先测试Type-C1口的协议的情况 QC3.0的5V 9V 12V 3.6-12V 华为FCP 5V 9V 12V 最高功率是24W功率 华为SCP的最高40W功率 三星AFC 5V 9V 12V 最高功率也是24W功率 这个SFCP这个协议是展讯的 然后PD3.0的65W PPS QC5 PD3.0点进去 固定档位有5个 最高20V 3.25A PPS协议也是3.25A的 这个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 我们现在来看Type-C2口的协议的情况 这个充电口前面的协议 只有这个SCP 这个是22W 跟前面不一样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PD3.0的最高功率变成了27W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 也是5个 最高是20V 1.35A 27W功率 它涵盖了5V 9V 12V 15V和20V 一共5个档位 PPS最高功率是2.7A 也是27W的一个PPS 然后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Type-C3口协议的情况 只有一个DCP的基础功率 所以它只有5V 2A 这个USB-A口的协议的话 也是只有一个DCP 所以说它也只有5V 2A的基础功率 它的屏幕显示的话 这个是显示的总功率 65W 然后C1口的功率情况 电压情况 电流情况 C2口也是一样的 C3口也是一样的 这个桌面充电站 C3口和USB-A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总功率只有10W 这边C3和USB-A走的是同一路电路 这个桌面充电站 测试完它的协议 我们来测试它的手机的兼容性 它既然没有UFCS的融合快充 我们就测试它的PPS快充 选择几个大功率的充电 我们就采集它的充电曲线 首先我们拿荣耀手机 来测试一下它的功率 只能显示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的话 大概就是在20W左右 C2口它也是显示的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跟Type-C1口的功率 基本上是一样的 也是20W左右 这部手机是蓝厂Vivo加的S48 它可以支持33W的PPS 可以显示Vivo加的散充标识 大家看一下这个功率 显示的是26W 真实功率在24W左右 这也就是一个PPS33W的一个起始功率 我们待会儿录制它的充电曲线 这个Type-C2口一样的可以显示Vivo加的散充标识 这一个功率它要低一点 因为这一个充电口它的最高功率只有27W 这里是显示的21W 起始的真实功率是20W 这部手机是OPPO A3 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 真实功率的话13W左右 Type-C1口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真实功率也是在13W左右 这个充电站它没有UFCS 就有点尴尬 这一部手机是真我的13Pro手机 它可以支持PPS33W的功率 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5W左右 这就是PPS的起始功率 Type-C2口一样的也是启动了PPS的档位 功率的话比Type-C1口要稍微低了们一点点 真实功率在22W左右 这一部手机是米家的设备 它可以支持67W的快充 显示的是快速充电 启动的是PT3.0的27W档位 真实功率在15W左右 然后我们看一下Type-C2口的情况 同样的是启动的快速充电 Type-C2口对小米手机充电 它可以走到21W左右的功率 这部手机是三星的LOT10家 可以显示快速充电2.0 这个手机启动的是PPS的档位 但是功率的话只有在17W左右 我们看一下Type-C2口 Type-C2口显示的是超快充电 跟Type-C1口不一样 功率的话其实是差不多的 也是167W的样子 我们用这个滤厂的真513 Pro这个手机 来录制一个它的PPS充电的曲线 前面我们测试了它功率可以到26W左右 我们来采集它的充电曲线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4% 充电的时候咱们这个仪表显示的26.5W 充电站本身显示的27.5W 有这个线损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也是正常的 这个真513 Pro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PPS33W的功率 其实功率是26W 充到最后90%的时候 它的功率变成29W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从6%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49分钟 这个充电速度也算是很快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这个20多瓦30瓦的功率的话 对这个充电站没有压力 最高温度是33.4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15度左右 这个是绿厂的最新款的手机 它才可以支持PPS 以前的老款是不行的 大家不要误解 这部手机是Vivo家的S18 不得不说 现在PPS兼容的最好的 一般都是Vivo家的手机 反倒是荣耀家的PPS协议 它有一个华为的FCP和SCP在哪里 造成了它兼容就不怎么好 这个手机目前还有17%的电量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个Vivo S18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PPS充电曲线图 其实功率是25瓦 然后充到最后是28瓦 跟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图 是差不多的 充到90% 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整个充电时间的话 一共花了49分钟时间 这个充电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30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16度左右 这种65瓦的桌面充电站 对于充手机的话 它表面基本上是没什么温度的 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 我们就用这个13 Pro 目前这个手机是一点电都没有 我们直接录制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 这个苹果手机已经充到80多个电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非常标准的一个苹果充电曲线图 前面10分钟就是没有开机的状态 5V的基础功率 把手机充开机以后 变成9V10瓦的功率 再充电 充了大概10分钟左右 上升到18瓦左右 然后降了一点功率 降到15瓦左右 一直在稳定的充电 这个15瓦的功率 持续了25分钟时间 然后降为10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7分钟左右 然后降到6瓦的功率 充了5分钟时间 充到80% 也就是说这个手机从没有电 充到80%的电 一共花了一个小时 05分钟时间 非常标准的一个苹果充电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给苹果手机充电的话 它的功率不高 温度的话就更低了 最高温度是27度左右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 17度左右 这个充电站 测完手机部分的充电测试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 拉它的65瓦满功率 我们看一下 它的满功率负载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烤机测试的话 我们用这个100瓦的模块 配合这一个六串三并的 储能充电模组 我们长时间拉它的65瓦的功率 来进行测试 这个充电模块 就是我和我朋友开发的一款 100瓦的双向充电模块 我们后续会把它拍成视频 让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豪华配置的充电模块 我们用我这个模块的话 可以拉出这一个充电器的 最高功率是66瓦 这个充电模块 它是有功率补偿的 你65瓦 我可以直接把你这个充电器的功率 直接给你拉满 这个特吉克的65瓦桌面充电站 已经足足运行了 一小时36分钟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66瓦的功率 非常平稳的功率 一直在运行 一小时36分钟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表面最高温度为51.5度 这一个半小时 我们用热像仪也测试了两张温度图片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一张图是45分钟的时候 一张图是一个半小时的时候 温度跟我们用这一个温度采集线 采集出来的温度是差不多的 我们现在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一个充电站 它多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会不会断连的情况 这种情况是大家最在意的 对不对 首先我们接上它的Type-C1口 启动它的最高功率 63瓦 也就是PD65瓦 我们再接上Type-C2口 不会断连功率的话 迅速的就降到了23瓦功率 这边就是变成了22瓦功率 也就是说这C1口和C2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变成两个PD27瓦的功率 我们在Type-C3口 我们再接上一个设备 接上去的同时 这两个电流表 它没有任何反应 功率都没有变 这一边的话 大概就是个10瓦的功率 总功率的话 不会超过65瓦 我们拔掉C3口 这两个充电口 也没有任何的断连的情况 我们再拔掉C2口 C1口马上变成PD65瓦 再来擦一遍 给大家看一下 擦上C2口 没有断连 立马变成27瓦功率 这边也是27瓦的功率 我们再擦上C3口 不会断连 功率也不会变 这边的功率的话 在12瓦左右 总功率65瓦 这个座面充电站 大家始终要记住 这个USB-A口 和这一个Type-C3口 它是同一路降压电路 两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每个充电口只分配到5瓦的功率 还有就是这三个充电口 它的功率基本上是固定的 这边是65瓦 这边是27瓦 两个同时使用 27瓦 27瓦 C2口单独使用 它也只有最高27瓦的功率 还有就是这一个C1口 配合任何一个充电口 多口使用 它的功率都会变成27瓦 这个座面充电站 实际充电的部分的内容 咱们已经做完了 现在我们就是要测试 它的转换效率的情况 和它三个充电口 输出纹波的情况 应该是四个充电口 因为它后面还有一个USB-A口 这一个座面充电站支持的是 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 我们先来测试110伏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浪油功耗0.3瓦 然后后面的话 它的待机功耗是0.4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一直就是维持在0.4瓦 110伏综合待机功耗0.4瓦 5伏3A 15瓦功率的时候 110伏输出18.5瓦 这边直流输出15.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3% 9伏3A 27瓦功率 110伏输出31.7瓦 这边直流输出27.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6% 12伏3A 36瓦功率 110伏输出41.5瓦 这边直流输出36.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7% 15伏3A 45瓦功率 110伏输出51.4瓦 这边直流输出45.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8% 20伏3.25A 最高功率65瓦 110伏输出73.6瓦 这边直流输出65.4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9% 现在是220伏60Hz的状态 我们测试待机功耗的时候 这个充电站的屏幕都是亮起来的 插电的瞬间让有功耗接近9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待机功耗一直在0.6 0.7瓦之间摆动 综合的220伏待机功耗为0.65瓦 5伏3A 15瓦功率 220伏输出18.5瓦 这边直流输出15.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3% 9伏3A 27瓦功率 220伏输出31.3瓦 这边直流输出27.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7% 12伏3A 36瓦功率 220伏输出40.9瓦 这边直流输出36.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9% 15伏3A 45瓦功率 220伏输出50.8瓦 这边直流输出45.3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89% 20伏3.25A 65瓦功率 220伏输出72瓦 这边直流输出65.4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1% 我们现在来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一个桌面充电站 它的文波输出的情况 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数据 这个充电站一共4个充电口 我们每个充电口都要测试一下 首先就是Type-C1口文波的情况 5伏3A 15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7.4毫伏 平均文波23.3毫伏左右 9伏3A 27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6.4毫伏 平均文波22.1毫伏左右 12伏3A 36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3.6毫伏 平均文波16.9毫伏左右 15伏3A 4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40.1毫伏 平均文波31.7毫伏左右 20伏3.25A 6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30.3毫伏 平均文波27.8毫伏左右 Type-C1口表现非常极品 它的文波没有超过50毫伏 Type-C2口会怎么样呢 我们马上来测试一下 5伏3A 45瓦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3.9毫伏 平均文波19.5毫伏左右 9伏3A 27瓦功率 也就是这一个充电口的最大的功率了 这是9伏档位的27瓦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4.5毫伏 平均文波19.5毫伏左右 12伏2.25A也是27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7.5毫伏 平均文波17.3毫伏左右 15伏档位1.8A也是27瓦的功率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38.3毫伏 平均文波29.7毫伏左右 20伏档位27瓦功率 也就是20伏1.35A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27毫伏 平均文波19.2毫伏左右 这个充电站的文波表现非常的疾病 两个充电口测试下来都没有超过50毫伏 我们看看C3口的文波表现会怎么样 C3口和USB-A口 它是走的同一路降压电路 我们先测试C3口 然后再来测试USB-A口 Type-C3口它的功率最高只有10瓦 也就是5伏2A的时候 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8.9毫伏 平均文波16.5毫伏左右 表现怎么样 老铁们 这个就是USB-A口的文波的情况 跟C3口几乎是一样的 波形都是一样的 文波最高的时候14.8毫伏 平均文波13.2毫伏 这个特级克65瓦 桌面充电器测试下来 整体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整体简洁素雅的外观 作为桌搭很不错 实测110V和220V转换效率 分别为86.6%和87.8% 很不错的一个转换效率 文波表现就是一个极品电源 该有的样子 最高的文波没有超过50毫伏 快充兼容性基本上可以适配 市面上大部分9V档位的20W快充 PBS功率兼容 对蓝厂绿厂新款手机都很不错 PD65W满功率输出 可以做到非常稳定的输出 温度控制也很不错 支持公版快充的苹果全家桶设备 必选的一款桌面级充电器 如果需要更大的功率 他们官方旗舰店 还有更高的功率的 同款的桌面充电器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还没有关注的点点关注 还没有订阅的点点订阅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